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牛市致力于抗旱抗险保生产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今日是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政府总理范明正今天中午会见了 正在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苹果公司 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 范明正总理对苹果公司 在越南扩大生产和业务 为越南创造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和感谢 为了落实越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和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 范明正总理建议苹果公司 继续在完善精致 绿色发展 绿色生产 可在生能源 风能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等领域向越南提供之时 支持高速制人力资源培训 向越南确定为参与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 以实现市场多元化的基地 蒂姆·库克对范明正总理的意见 表示高度的赞同 并重申 苹果愿意于越南在能源转型 到2050年实现零境排放 通过苹果产品和应用程序 向世界传播越南文化价值等领域 建立合作关系 今天上午 在国会主席王庭慧的主持下 国会常务委员会对2024年3月份 国会民愿工作报告提出了意见 据报告 全国选民和人民高度评价 国会常委会对由财政部和外交 交部管理且受选民关注的 两组问题进行询问 关注可高度评价国会主席王庭慧 对而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 和所取得的成果 报告同时指出选民和人民担忧的问题 例如网络赌国游戏泛滥 九龙江山九州地区和西元地区的 高温炎热天气和海水入侵现象 部分地方严重下沉现象等等 经过讨论 国会常委会对2024年3月份 民愿工作的报告表示赞同 高度评价民愿委员会在监督 敦促工作中做出的努力 随着北南高速公路工程主干线的竣工 众多交叉口和连接线也在紧急建设并投入运营 这些都是重要的连接路线 不仅有助于提高北南高速公路 筹线的运营效率 而且还为高速公路所经过的地方 建立区域互联互通 清华省绍江交叉路口 建设工作已基本完工 这是交通运输部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投资 并补充的一个交叉路口 为高速公路投入运营时 创造有效的潜力开发 连接高速公路的绍江路口 总投资额4700月顿 于4月15日通车 为人民的出行提供服务 穿过清华省的北南高速公路轴线 全程近100公里 共设7个交叉口 为了实现互联互通 该省已投资数百亿月顿 根据各县份的发展计划 建设互联互通的线路 我们将在路口区域附近布局工业园区 预计2024年将在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地区完成四个工业区的规划 交通运输部代表表示 随着北南高速公路轴线的早日运营 按照现行规划和法规 可以继续为各地增加更多的连接交叉点 越南需要在各省各地层面更好的规范和整合公共投资 因此需要中央统筹地方落实 打造区域链增长动力 尤其是在交通有限的地区 除了加快北南高速公路项目的施工进度 各地方也在继续研究 在这条重要的交通轴线上增加更多与规划相关的交叉口 按照规定 高速公路上每个交叉口的距离不小于10公里 符合各地方互联互通的发展定位 年初以来 秦曲港和九龙江三九州地区的货物吞吐量和货值都大幅增长 去年秦曲港的货物吞吐量达360万吨 收入和利润均超出计划目标 而今年年初至今 秦曲港已接收处理货物近100万吨 同比增长了近20% 今年秦曲港立而征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70万吨的目标 种植区号被视为将越南农产品走出世界的通行证 在南中坡地区 平顺省是一个拥有大量火龙果种植区号的省份 占每年新鲜火龙果出口量的80%以上 为了保持出口稳定 火龙果种可以主动提高生产能力 掌握进口商的新规定、新标准 避免遭遇不必要的风险 为了进军世界挑剔市场 这家合作社从2017年起就开始按照全球标准种植火龙果 还致力于拿到欧洲认证 除了种植生产低碳排放火龙果之外 合作社还积极主动更新进口国的各项新规定 我们经常掌握信息和规定 避免农药残留超标 如果不及时更新规定的话 万一残留量超过了标准 运送出去的货可能会被毁掉 对供应商和进口商都带来损失 因为严格遵守进口国的要求 这家合作社很快就拿到手四个出口种植区号 每年向欧盟、澳洲出口数百吨火龙果 2023年新鲜火龙果出口量达300吨 每公斤2.3万月份 我们必须用心去做 要制定长远战略 不要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政了 将来我们打算进军美国和韩国 如果成功开拓这两大市场 那么也会提高平顺省火龙果出口量 这个解决方案有助于证明 从种植生产到包装、销售等环节都满足全球标准 严格遵守进口商的要求 我们定期只是专责工作代表团实地考察监督 跟中方代表团对种植区号进行在线随机检查 同时加强监管工作 目前平顺省拥有600多个出口火龙果种植区号和150多个包装厂号 平顺火龙果商标在世界1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登记和保护 这是火龙果种植者提高产区生产质量 满足出口标准的关键 火振明事已将绿色增长确定为未来发展战略和头等优先事项 面向推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为了落实这一目标 市政府多错并据 支持各家企业朝着绿色方向开展生产经营业务 胡志明市政府为绿色企业绿色产品实施了很多优惠政策 得益于此 这家企业放胆投资更改技术 实现绿色转型 按照绿色标准开展生产经营业务 更重要的是 企业在从化石燃料到 可再生能源的转型竞赛上档上领考者 绿色转型的关键是技术创新 核治理体系创新 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特别是团队合作能力 人才培训过程得花时间 需要能耐 只有坚持才能促进整个体系发展 塑料回收行业一直被认为会导致环境污染 但在胡志明市的激励政策下 这家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在这条不好走的路上走下去 企业拨款了6000万美元建设平道瓶工厂 让塑料瓶的循环使用次数高达50次 有条不稳地向绿色生产转型 正因为如此 企业成为第一家 获得汇丰银行提供的绿色信贷的单位 整个世界都在朝着绿色方向运转 所以 企业必须获得一些权威的绿色认证 才能在美国 欧盟等市场上站稳脚跟 绿色转型不只是迫切的需求 更是我们打开走出世界大门的钥匙 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 对于企业界来说 既是责任也是给予 胡志明市出台了多项激励政策 所以 率先绿色转型的企业将受益更多 胡志明市从2020年10月就颁布了一个总体计划 包括56个计划和30个项目 旨在落实各项绿色目标 胡志明市也希望与国际组织合作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助 2024年 胡志明市正致力于建立配套物实 且紧贴实践的政策框架 为加快企业绿色转型 动员国内外资源等奠定法律基础 接下来请观众 胡志明市致力于抗旱防险保生产 电边省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连日来越南南部地区的旱情和贤情持续蔓延 导致灌水严重短缺 对胡志明市许多生产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树木干枯死亡 农民遭遇巨大的经济损失 裴先生一家种植三公顷金莲木 但是四月份夏日酷暑 加上闲潮上诉 灌水紧缺 使得大量树木枯死 尽管他尽量节约使用淡水 多点利用地下水 可是他仍然为此而愁眉苦脸 大概两个月来持续不下雨 对今年木得生长非常的不利 叶子根部干枯 像烧椒一样 前几年的这段时间 一般都会出现反季节降雨 然而今年连续两个月酷暑难耐 海水侵蚀加剧 让当地农民心急如焚 我们劝告农民们 使用测冬灌溉系统 这样能减少水资源浪费 还可以降低灌溉成本 据胡志明市水利分局表示 今年旱咸季 西贡河水含盐量千分之四 蔓延到76至78公里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该是积极采取多项措施 例如加快供水工程建设进度 加强灌溉渠道输浸修复工作 发展各种节水灌溉模式 在紧急情况下 我们将着力储存淡水 防止海水入侵 调节西贡河水量 将水引入正在严重炎化的运河 确保严度达到合格的水平 据预测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四月底 汉情 闲情继续复杂演变 各职责部门劝告农民们主动掌握信息 储存和节约灌溉用水 同时多措并举抗旱防险保生产 如今 偏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上网搜索信息 为生活和生产服务这一事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互联网让困难地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德育尔政府到2025年公共电线服务公营计划 人民群众有机会免费上网 放心生产 改善生活 下面是在电边省寻教县的报道 去年 连线上网搜索信息是不可能的事情 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然而现在 民族群众可以一边干农活 一边用智能手机查询世界咖啡市价 栽培咖啡树等信息了 自从有了互联网 我们生活大大改变了 不知道的东西可以上网查看 还可以在网上跟大家交流或者推销产品 太好了 免费获得电话卡 村里又装置无线网络信号塔 从此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完全改变了 乡级妇联干部还带了投影仪 挨家挨户开展宣传运动工作 这是寻教线第一个为各级妇女代表大会决议 了解比赛制定在线答题系统的乡 自从开展数字化转型 互联的宣传运动工作越来越顺利 我们还在社交网上成立专责群 向每个会员普及信息和部署人物 这也是表扬经济发展模范的有效渠道 住户调查 社会民生福利活动 行政手续 开银行账户 付款购物等等 现在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一个手机可以装两张卡 会用手机的 给不会的 指点 得益于政府各项扶持计划 各家网络运营商都把互联网覆盖到每个村庄 让少数民族群众都有机会接触互联网 目前 寻教县100%政府机构 90%居民区都已联网 95%的居民区有三具 四具移动信号 电力 电话信号和互联网 正在覆盖到殿边省最偏远的村庄 第164次在越南战争是中美军遗孩交接仪式 今天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 仪式上 越方代表向美方移交了两具遗孩 是今年2月至4月第154次 越美联合搜寻的结果 上述遗孩将越南反应专家鉴定后得出结论 可能与越南战争期间失踪的美军士兵有关 越南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 开始对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 进行联合人道主义搜寻和清查 至今已长明720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的身份 国防部175军医院国际创商就证培训中心 15日下午正式接牌 这是越南第一个国际创商就证培训中心 也是东南亚地区第五个中心 随着首个国际创商就证培训中心的建立 越南将能主动培养并为满足联合国 维和要求的医务人员颁发证书 同时该中心将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教师团队 并支持将103军医院建成 越南第二个国际创商就证培训中心 该中心建成不仅有助于培养 越南军医院的培训能力 还为培养本地区各国维和人员开辟新机会 新疆商务在阁内人民军队出版社 与越南图书文化知识国份公司 联合推出纪念电蝙蝠大截70周年的图书系列 该图书系列共有30多本书 内容包括 直接参加指挥电蝙蝠战役的名将回忆录 研究总结各分心产名党和胡伯伯的英明领导 以及总军社本员会和战役指挥部的作用 电蝙蝠老兵们回忆录 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等等 作为响应2024年第三届 越南图书与阅读文化日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人民军队出版社将在河内 电蝙和胡志明市 为纪念电蝙蝠大截70周年图书系列 举办展览和推荐活动 电蝙蝠大截70周年即将到来 这些日子 赴电蝙蝙参观旅游和了解民族历史的游客 排队成龙 2024年电蝙国家旅游年人 这些重大事件 也是这篇号称 阳蝙蝠假花之地的省份 充分开发美丽的自然风光 悠久的历史传统 及浓郁的文化特色等价值的良好机会 从而推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电蝙蝠市歹族文化俱乐部 共有一百多名成员 最大年龄七十多岁 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 他们每天都在为保留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付出默默的贡献 我们齐聚一堂 努力保护传统文化 同时经常参加全省重要的文化表演活动 希望吸引游客的喜爱和关注 这是浙根村第一家民宿旅馆 距离电边府站一指挥部 一指不远 村民们努力把民族文化元素 融入旅游服务中 留住游客的脚步 同胞们上山采摘野菜 还拿羊蹄甲花带回来 制作菜肴既美味好吃 又充满文化特色 游客迅速增加 朝着可持续方向开发的社区旅游 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呢 从作风到生活习惯 都发生了全面的变化 以前随随便便睡地上 但现在开了民宿 必须保持清洁干净 70年已经过去 电边府战场一技群 仍然得到完好的保护 成为游客参观了解的红色地址 同时给这个贫困山省 带来经济利益 这是刺激旅游 提高游客人数的大好机会 我们将继续投资改造基础设施 特别是住宿设施 打造更多的旅游产品 为游客服务 我们将继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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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边省力争2024年 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 旅游收入2200万亿月顿 为该省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驱动力 得益于文旅 这片英雄的土地 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4年至1975年间 古枝是越南南部 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美军在摧毁古枝地道的过程中 动用了50万吨炸弹和弹药 以及近500吨有毒化学品 然而越南居民为了生存 而转入了地下 继续对敌人进行游击战术 时至今日 这一历史遗迹 也成为越南独特军事艺术的奇迹 展现了当地人民 反降不绝的意志 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象征之一 这个地方被称为白色地带 因为美军从1969年到1972年 连续对该地区进行轰炸袭击 这些学生第一次参观 长达200多公里的隧道系统 这里曾经是军民居住 举办军事会议 以及武器制造和储存的地方 隧道又窄又黑 我想知道越南人民 如何在如此充满挑战的生活条件下 生存并坚强下去 我也为今天的和平感到自豪 古之解放区表演区真实在线了越南人民抗美战争最艰难时期 越南游击队战士和当地平民的生活 以及1975年胡志明战役的光荣胜利 古之地道夜间游让游客深入了解越南人民和士兵在战争时期所面临的困难 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 但他们仍然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敌人 这是第一次我在古之地道参加夜间游 通过战争画面的重现 我了解以前只能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的历史 被誉为钢铁堡垒的古之 已充分利用其历史价值来促进当地旅游发展 古之地道已成为一个象征和一个传奇之地 展现了越南人民在多年的轰炸、破坏和残酷战斗中 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播报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VTVGo点编 或者加载我们的手机APPVTVGo 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